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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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謝謝主辦單位今天邀請我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剛才Ray已經針對社會企業的定義 還有一些台灣很棒的案例做了很多的介紹 然後其實我也很希望就是今天大家都難得抽空來到這裡 所以有一些互動QA的時間 不希望壓縮到大家這邊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本來有準備一些國際的案例 但是我可能就舉一兩個來分享 然後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社會有在做的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想要達成的目標這樣子 好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就是大家都叫我Sony 然後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林以涵 那我其實是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的 然後我已經畢業一段時間了 那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公共行政系在做什麼 就是公共行政系其實就是培養國家公務員的搖籃 所以其實我很多同學都在公務部門就職 然後其實我自己在就讀這個系的時候 對於這個系的很多課程有興趣 但是我對於就是擔任公務員這件事情 並沒有特別大的興趣 可能是因為我爸媽都是公務員 所以我就覺得要做一點跟他們不一樣的事情 那但是我還是對於就是公共事務 公共政策 非營利組織管理這部分是很有興趣的 所以其實我大學畢業之後就直接去美國念書 然後我是在德州大學念書 然後念的也是公共事務 就是跟我大學學的是完全一樣 沒有到完全一樣 就是其實它的範圍比較廣 然後教學也比較活潑 然後也涵蓋了非常非常多非營利組織的課程 然後也是在那個時候就是開啟了我跟這個概念的緣分 因為我碩一生碩二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在選課系統上選課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門叫做社會企業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的課 社會創業 然後我那時候就第一個念頭是想說 我系上怎麼會有這種課程 因為我是政策學院 然後我就想說應該是開錯了吧 然後第二個念頭就想說這是什麼 然後第三個念頭就想說好像還蠻有趣的 但是數學很爛 因為我大學聯考數學不及格 而且就是那一年就是數學全國均標是好像70分 所以我就真的很爛 然後我就想說可是是跟那個企業有相關的 那我要修嗎 然後所以後來就掙扎了一下 然後不過就在那個時候 就是非常的巧 就是我大學的學弟就給我看了一個組織叫弱水 然後他就說學姐我覺得你很適合申請這個 你應該要去申請看看 然後我就想說好啊 反正我是要過了一個暑假才要修這門課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暑假就去弱水實習看看好了 然後那個時候就也剛好公逢其盛 就是那時候弱水算是第一個在台灣推廣社會企業的 這個概念的組織 所以我就公逢其盛成為了弱水第一屆的實習生 然後我在那邊認識了瑞 然後認識了很多其他那個時候 就開始關注社會企業這個概念的人 然後一直到現在我們都也是很好的朋友 然後在做社企業的過程中 大家也都給了我很多幫助 那在弱水的時候一方面是認識的好朋友 另外一方面就是也真正了解說 那社會企業這樣子的概念都是有哪些案例啊 然後其實如果把它當成是一個生態圈的話 在社會企業這個生態圈裡面 除了有這些創業的創業家還有創業的組織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支持的系統 比如說弱水或者是後來瑞在做的活水 其實就是提供資金這樣子的角色 那也有是提供專業顧問諮詢的 然後也有社會企業為主題的媒體 然後也有以社會企業為主題的交流組織 會辦研討會讓大家交流 所以我那時候就第一次的 真的是實際上的學習到這個概念 然後也學到說其實這個概念 它除了是跟社會面相關之外 其實它也需要很多就是企業管理啊 然後商業這方面的技術跟知識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在分析一個案例的時候 我帶我的那個主管就問我說 所以就是這個案例的三表是什麼 然後問他說三表是什麼 就完全搞不清楚會計三表是哪些 然後所以也是因為這個實習我就 對於很多我之前非常懼怕 因為我就是大學理考不及格 所以我大學的時候就完全不修任何商學院的課 所以我其實是在透過實習的時候 然後就第一次的去接觸自己學習這些商業性的技巧還有技能 然後結束熱水時期之後回去又修了 就是本來在系上開的這門課 然後就發現說其實這個概念很有興趣 因為我其實之前一直想要就是畢業之後回台灣經營家 盡找一個基金會工作 因為我對於就是台灣菲林組織界很有興趣 然後也很希望自己的工作是跟社會經歷相關的 那後來就是我覺得其實 碩二這一年是另外一個機會可以讓我再繼續的在這個領域上面多加認識 所以我後來就申請成為另外一家公司的實習生 然後這家公司也是一直到現在我的公司 就是它叫做Social Enterprise Associates 那它其實是一個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它其實並不是一個社會企業 但是它是提供就是專業顧問諮詢 給這些菲林組織啊社會企業啊 然後國際發展機構的這個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然後我們公司就也還蠻新潮的 就是我們其實是一個沒有辦公司的公司 就是大家都各自在家遠端的工作 所以從Social開始實習 然後後來我畢業之後我就想要辦回台灣 然後老闆就說那反正既然你要 就是你也是要花一點時間找基金會工作嘛 那你不如就繼續幫我工作啊 然後一直到你找你更喜歡的工作你再去 就是意思就是說現在就是可以騎旅找嘛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那也很好啊 反正就是畢業之後就是要工作賺錢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然後所以就後來就也的確是 繼續這樣騎旅招嘛 但是一直都沒有找到更喜歡的工作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的正職工作都還是在台灣 然後遠端的幫這些美國公司工作 那不過也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因為這個工作的關係 我就接觸到很多 主要是美國但是當然也有英國啊 或者是亞洲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 關於社會企業的案例啊 社會企業的趨勢啊等等的這些 然後我其實自己是非常 就對於這些概念非常有興趣 然後我自己也很常跟朋友分享這些概念 那因為人在台灣嘛 雖然就是假外商正SOHO 然後所以就是 然後因為也不用跟老闆報告 不用進辦公司跟老闆報告事情 所以我就有了一些比較彈性的時間 我可以跟台灣 不管是我以前來弱水認識的朋友 比如像是瑞 或者是後來我新認識的這些 在做跟社會企業相關 有這樣精神的組織 就慢慢的跟他們認識 有接觸 那接觸之後就會覺得說 其實這樣子的概念在全球真的是一股潮流 可是台灣的人對於接收這樣的資訊的管道 非常的有限 就是因為一方面後來其實 弱水也比較沒有在做倡議的這一塊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也沒有一個整合性的管道 是讓大家想到這個概念 就會想到說 對我就是要去這個地方 大家大部分就是透過Google 然後透過就是很多不同的頁面去拼湊說 所以這個領域大概都是怎麼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其實我的工作 除了帶給我就是薪水這樣子的價值之外 其實它也許也可以就是有另外一種價值 就是如果我可以做一個就是網路的 比如說不管是部落格或是一個網站 然後剛開始其實也就 剛開始想的也就是把可能我工作上 接觸到這些案例 可能我就透過翻譯 然後把它翻譯成中文跟大家分享 那應該會是一件還不錯的事情 因為沒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可是我覺得看就是這麼多的全球各地的社會界領域的發展 其實媒體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是後來就是然後當然就是一路上 然後很多以前肉水的朋友 譬如說瑞也給我非常非常多的支持 然後建議 所以後來就開始做了社群這件事情 那做這件事情其實它有一點是 就是它算是我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大家都加入響應的一個項目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時候一剛開始就 就大概找了五六個人 然後就完全就從零開始 然後把這個架構建立出來 那所以其實社群想做的其實就是 介紹社會界這樣的概念嘛 就不管是在國外的或是國內 或甚至是亞洲各地的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可以透過社群這樣的平台 讓大家就是只要想到想要查詢各一方面的資訊 就可以來找我們 那所以其實我自己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兩個我覺得很棒的社會企業 那這個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尤努斯那 我很喜歡他講的一句話 他說其實社會企業是結合 傳統企業的動態競爭 還有社會良知的慈善這兩塊 然後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大家如果講到社會企業都會說它是先驅 主要就是因為它其實透過很創新 完全打破傳統體制的方式 幫就是很多的窮人創造的信用機會 然後協助他們脫貧 然後我另外想要介紹的兩個例子 第一個叫做Socket 就是在能源下面的這一個 然後這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例子 是因為我覺得其實很多 現在不管是談到社會創業 或甚至是非社會創業的 其實都很強調的是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的精神 那什麼叫設計思考呢 其實就是一個設計師的能力 不應該只是為這些金字塔頂端 就是最頂端1%有消費能力的人 設計出很昂貴的商品 而是應該也要把這樣的精神運用在 設計書可以解決或是改善 某一個社會問題或社會需求的產品 那其實也不一定是設計師才有辦法 運用這樣的能力 其實每一個人在想要做自己的專案的時候 都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就是運用他們觀察大家生活上的需求 或是大家生活上有什麼樣哪些問題 然後因為基於這樣的需求或是關鍵出發去設計出不一樣的產品或是服務 那所以Socket這個呢其實是四個大學生 他們當初這四個人都沒有理工的背景 然後他們都是在國際發展上有很多的經驗 就是他們很常去非洲當製工 然後他們就一起修了一門客 這門客的主軸就是你要設計出一個產品 是可以改善你目前所看到的以上社會問題 然後他們那個時候就發現說 根據他們四個人到非洲的田野經驗 其實非洲是非常缺乏穩定典禮的 就是像我們現在這樣用穩定的LED照明 其實是非常非常可遇不可求 它部分其實就是利用煤油燈那就是來照明 所以煤油燈有哪些缺點呢 其實第一個就是它對於健康有傷害 因為你吸進去的時候其實你的呼吸道會受損 再來就是它會排放很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其實對於環境也會有所影響 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因為煤油燈沒有辦法掛在像這邊這麼高的地方 就照不到 因為它的那個光照效能很有限 所以呢煤油燈就都要放在很靠近大家活動範圍的地方 所以它也很容易打翻造成活災 然後所以這四個人呢就觀察到 好這是他們想解決的問題 但是他們不希望是透過一些就是傳統的方式去改善 他們想要改善就是提供穩定典禮 他們希望是找出一項大家生活中都會 非洲人們都會做的行為 然後在這個行為上面 加一點什麼樣的東西去讓就是 非洲人因為他們生活的這些行為 而可以改善他們想要改善的典禮問題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觀察到說 其實非洲雖然電力很缺乏 可是不管是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歡踢足球 然後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跟理工學院的學生合作 然後就一起設計出了這一款Socket 它的中文其實叫做電力足球 就是它其實是裡面有一個線圈 然後在大家踢足球的時候 不管你是拍它踢它或滾它 就是線圈就可以把動能轉換為電能 儲存在這個足球裡面 所以其實你踢比如說15分鐘的球號 你也許就可以充兩個小時三個小時的手機的電 或是你可以拿回家煮飯啊 或是你可以拿回家吹電膜扇啊 照明等等之類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建立在就是 使用者他本來就會使用的習慣上的一個產品 然後我還記得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我其實有訪問過創辦人 就是當初為了寫一篇文章介紹他的時候有訪問他 然後我就有問他說 那當初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模式 為什麼沒有選擇其他更有效率 可以產生更多電力的模式 然後他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其實當然有很多其他的模式啊 例如說其實你可以 他就說如果你拿走我們這個足球裡面的線圈 一整天就站在原地一直不停的搖動的話 其實產生的電力會比你就是一整天踢這個足球的電力 你還要多但是沒有人會做這件事情 沒有人會站在一個地方 或是走到哪裡都一直不停的在搖這個線圈 所以即使你even是有這樣子的機制 可是也不會有人使用 所以是沒有用的 所以他們的主要的核心的目標就是說 他們希望可以是把改善社會問題 這樣子的一個產品或服務 融入在大家的生活當中 而不是一向會造成大家生活負擔 所以到最後大家也不會使用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概念 然後其實他們現在除了足球之外 也在研發其他的球類 我還蠻期待的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我想要介紹的是 Fifteen 它是這個弱勢就業的下面的這個 那它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是因為 其實當初Fifteen的創辦人叫 詹米 Oliver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廚師在英國 就像阿基石一樣 然後他們都有主持電視節目 然後有出那個煮菜的DVD 然後那個料理書啊很多 所以是很有名的名人 然後那個時候呢 他就觀察到其實英國中錯生的問題很嚴重 然後其實英國已經有很多的社福機構 都在處理中錯生的問題了 可是他覺得都沒有辦法很有效的解決 然後他那時候就跟朋友說 他想要 他自己想要跳下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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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著改善這個問題 那朋友就跟他講說 欸那 其實很簡單啊 你就繼續你現在的工作 然後你就賺很多錢 然後把這些錢都捐給 某一個基金會 或是你自己 你成立你自己的基金會 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可是他就覺得說 大家都是 往這樣子的方面思考 就是說 我就是賺了很多錢之後 我再把我的錢 然後 就是 捐到這些基金會去改善 可是 如果我走的是 跟大家比較不一樣的路 我是 透過我自己專業的技能 然後去 改善我想要改善這個所有問題 可能會比較有趣一點 所以後來呢 他就在電視上開了一個情境秀 然後這個情境秀就是 他找15個中錯生 跟他一起 就是跟他簽合約 然後他就說 就是 這個 你如果來跟我合作呢 那我 我會確保你們 這些對處理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透過我的培訓 得到英國合格處理的證照 但是交換條件就是 你們要來 我這邊受訓 然後而且 受訓只是可能 一個禮拜的三四天 另外有一天呢 你要去上課 完成你沒有完成的學業 然後另外 你還要有一天 是你要參加社交活動 比如說 你要去農場 你要去 參加複製競賽 你要找同伴 一起參加複製競賽 或甚至是 你要去做一些其他 跟你的 其他的學徒們 相關的一些 交流的活動 因為很多的中錯生 其實是沒有辦法融入社會 因為 他們可能因為自信心啊 或是因為過去 不同的這些課藥啊 蓄酒啊等等這些問題 是沒有辦法 好好的跟其他 同伴人相處 所以 詹米歐伯他也覺得 其實 培養社交能力是 他希望透過 他的這個培訓的項目去做到的 然後所以就是 一剛開始就是跟這15個人合作 那這15個人也的確就是 從學徒 然後一路變成合格的處師 那在完成之後呢 他就覺得其實 這樣子的模式 是可以一直被延續下去的 所以他就成立Fifteen這個 這個餐廳 那Fifteen的意思就是15嘛 因為他想要紀念 一剛開始跟他在電視請進修上 合作的那15個人 那所以Fifteen的模式也就是 跟剛才電視請進修 運作的很像 就是他們一樣是有學徒 然後是要來上課 然後也要完成 就是要來餐廳製作培訓 然後也要完成他們中錯的學業 另外也要參加一些社交活動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因為 他其實也注意到說 他想要幫助的這一群人 除了他需要工作機會 除了他需要自行輕作 其實他也會遇到很多 其他的社會問題 例如說 有些人其實以前有酗酒 或者是課藥等等 這方面的問題 他可能有時候還是會有 受到一些外界的誘惑 所以可能要復發 所以可能需要心理輔導 或是他可能需要住宿 可能需要很多其他 不是透過餐廳本身 餐飲的服務 可以賺錢獲得利潤這樣子的需求 所以他就把Fifteen餐廳的盈餘 就是全樹的拿出來 成立一個基金會 叫Fifteen Foundation樹基金會 然後因為他覺得其實透過這個基金會 他可以提供他的這些學徒們 一些沒有辦法獲得 財務收入的服務 另外就是他其實也很鼓勵在Fifteen的這些學徒 當你其實在餐廳已經停留了一段時間 然後其實你也有了穩定的技能之後 你就可以到英國的其他地方去創立你自己的餐廳 所以基金會有提供這些學徒的創業貸款 提供他們第一桶金去 讓他們成為自己能夠掌控一個餐廳的創業家 所以其實他是另外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大家都在說社會企業、社會企業都是在概念上 可是其實真正回歸到執行面的時候 還是就像剛才有討論到的 他可能要選擇注冊式公司 或者是成為一個費力組織 所以Fifteen他就是有點利用這樣子雙軌的制度 就是一方面是企業 然後一方面是費力組織這樣子的制度 把就是JMU他想要改善的這個社會問題 做一個很有效的改善運用這樣子 好 那其他的案例 因為今天可能時間關係來不及介紹 不過也沒有關係 因為社群上面都有 然後所以 那我就簡單介紹一下社群 然後很快我們就等一下可以進行QA 讓大家問更多問題 其實當初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因為語言的差異 所以造成大家 尤其是台灣人對於社會企業或社會創新這方面 資訊不對稱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那之前也沒有人 比較沒有人在做這方面的 譬如說資訊的匯整 那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且有一點像是 就是好像 因為工作可以得到 就是很及時的得到這些資訊 然後我又擁有這些技能 所以感覺就好像一個calling就是 我還蠻適合做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就 也跟一些夥伴分享之後 就找到一個團隊 然後開始進行 那其實我們是 2012年2月上線的 所以我們就 剛滿一歲 再幾個月這樣子 然後我們其實就 目前應該算是台灣 也是大中華區第一個 以社會企業或社會創新為主的立即媒體 那我們想要做的其實就是 分享這方面的知識還有智慧 告訴大家說其實 你想要改善社會問題 不會只是像傳統一般大家想像中的 是仰賴捐款或是補助 其實也可以運用一些 比較有創新的商業的策略 或是進入市場的機制 來改善這樣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做的事情 大部分就 主要可以分為資訊的分享 是我們編譯外文的內容 然後我們還有去採訪 亞洲各地的社會企業 然後把它全部都用中文分享在網站上 另外一塊就是我們其實也有做資訊的交流 就是我們一方面是經營網路社群 就像Facebook 然後PTT 然後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舉辦實體的活動 因為網站上線之後就接到很多的要求說 希望我們可以辦實體的活動 讓大家來做一個面對面的交流 所以這個是我們關於內容方面的一些介紹 那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我希望大家想到就是社會企業 不管你是想要了解一則新聞 參加一個活動 閱讀一本書 瞭解一個案例 或甚至是想要找到一個你想要找的資源 都可以在社球上面得到 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我們其實也有跟主流媒體合作 比如說商業週刊 金週刊 數位時代 我們就跟他們合作 然後幫他們專寫專欄 然後就希望可以把這個概念 reach到更多不同的族群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也就是有辦了一些活動 過去一年辦了 到現在辦了六場 然後前五場其實是講座跟論壇類 那最近一場其實 禮拜天剛辦完是工作坊 是我們今年的新常識 那所以其實也累計了一些實體的參加者 那這個是前三場活動 就是大概規模大概是70到250個人不等 那這個是我們最後一場的活動 就是今年 不是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是禮拜天剛辦的工作坊 不過這個是2月3號版的 就是今年想要慶祝一週年的論壇 然後大概有七百多人來參加 然後是一場還蠻大的活動 那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社區有一段開始想做的其實是 我們想要透過這個網站 帶給大家對於這個概念的介紹 也許你本來完全不了解 可是你來到這個網站之後 你就會稍微知道說 所以這個領域大概都有哪些啊 比如像剛剛瑞講的這些案例啊 其實也都可以在我們的地圖上找到就是介紹 那另外就是我覺得其實 有這樣子透過這樣文字的紀錄 也可以同時見證就是說 這個領域到底都是怎麼發展的 其實也許五十年後或是一百年後 每一個企業都是社會企業 因為其實現在企業也開始漸漸著重 就是他們對於社會 還有對於環境的責任 所以也許到未來不會再 有一般企業跟社會企業的區別 但是無論如何再從現在到 那個階段的過程中 我覺得社企業可以扮演的是一個 紀錄的角色 就可以紀錄說 那所以在這個領域當中 到底有哪些奇奇怪怪 或是哪些有趣的事情在發展 比如說可能新加坡想要做一個 專門給社會企業的證券交易的 證券交易所 就是專門給社會企業 然後可以上市 然後大家投資的 那我覺得像這種資訊的分享 可能如果本來是在英文的話 大家可能就比較難或是 沒有辦法主動取得 那可以透過社群分享給大家 然後第三個其實是我 就是這一年來的心得 就是其實不管是我們自己的 志工社群 像我們其實從今天開始六個人 到現在大概是 差不多有五十個志工左右 然後大家都是兼職 然後就是在工作 或是課業業餘 就是投入 然後不管是在我們的志工社群 或是在我們的讀者的 讀者的這個社群 其實我就發現還蠻多人 在了解這概念之後 會想要採取一些行動的 不一定一定要馬上拋下一切 去做創立一個社會企業 有時候可能是在組織內 就是分享 把我們的活動分享給其他人 或者是他透過他的企業 或者他組織的這個核心能力 去做一些 可以改善某一個社會問題 這樣子的專案 其實我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 所以其實我也很希望 社群的未來扮演的角色 是可以從不管是志工 或者是有在Follow社群的 這些外部組群中 培養出更多具有社會創業 這樣精神的人 然後希望就是可以透過這樣 讓就是整個 整個關注社會創新 或社會企業的生態系 更加完整 對 然後以上就是一些小小的介紹 那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 sorry 還瘋 我